這名小三的情婦是一名公司大老闆 而一是懷疑她可能是貪圖對方的財產 一講天台想生一個搖錢 身穿黃色上衣的中年婦女坐在櫃檯前面不斷的跟護士溝通 她聲稱舒軟管不同要來做施管嬰兒 沒多久她朋友也來幫忙說情 但是這位婦女詭異的行徑讓櫃檯護士很錯愕 就直接拿金衣過來 就放在保險套裡面 先生都沒有來過這樣子 這個男生過來 剛剛你就找一個男生結婚 然後再用情婦的結婚來做施管嬰兒 我說當然不行 這又違反能夠進出又有詐欺的嫌疑 就是這家婦產科診所一名女兒子來這裡求子 因為她跟失業有成的有婦之夫交往 想替情婦生個孩子來繼承家業 但是違反人工升職吧 醫師當面拒絕這位小三還不死心 她直接當老大便給她的情婦說 老公啊我們來做施管嬰兒 結果她還被對方罵成經病 最後這名婦女失望離開 醫師強調即使她符合人工升職的條件 但是金子在常溫下子能保存兩小時 而且保險套裡都有殺菌藥 你這保險套要做施管嬰兒恐怕也很難入院 也許有提議後來真的很緊張 花花塊 平平時鮮